就是我们喝威士忌的时候一定要看这段酒标 我前阵子回家 翻出了我的好闺蜜送给我的一瓶威士忌瓶子 因为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喜欢喝威士忌 而且饮量颇大 也就是把威士忌当水喝吧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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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闺蜜收拾屋子的时候 翻出她爸珍藏多年的一瓶威士忌 马上可开心的给我带了过来 那个时候我刚大学 的威士忌也没有那么了解 再加上它是我闺蜜送的酒 我其实也就没有仔细看酒标 就是这个 写的18 而且它写的是 法国生产 我当时就觉得哇塞这个太酷了 好小众啊 法国生产的威士忌 当晚我就给开了 妈妈家呢没有威士忌杯 就拿出了我爸的红酒杯 倒了一满杯 要喝掉了 这点真的还可以哈 然后呢 我就有了此生 唯一一次无受控制 不能自己的 具有吐 我醉到什么程度 我一边吐 我妈一边拍着我的背 然后我就开始哭 就抱着我妈的腿说 妈妈你饶我 不要用你啊 妈妈感动坏了 我当时就以为自己喝太猛了 结果直到几年之后 今天就反过来 是因为喝了假酒 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你拿到一身正规的 带年份的威士忌 论它是哪个国家产的 它一定在年份后面 是有years的 一般会写aged 多少多少years 或者是多少多少years old 这种 看到了一个数字 但是后面没有years 一是假酒无疑 就不用喝了 祝大家都能喝真酒 喝好酒 喝不醉 喝开心 拜拜